吉利汽车的阴阳烛日线图 为什么我说买家仍需努力呢? 他在这个日线图上 在3月15日见过低位陪同大使 见过低位10元之后 但弹了上去,密度不是很大 见过12.96,转为反复横行 但最近是12.96 最近是13.76 看收市位,13.64 收市位,12.96 13.76 13.64 站在12.96 连续四个加日 往上突破 但是,他曾经略为后抽市 13.1 都没有低过12.96 叫做成功下市 12.96关口的支持 不需要努力的意思 就是要急升上去才行 否则,你还是搜到横行区的顶上 也会有危险的 既然急升上去,不看势头好不好 指标 看上去 现在的情况是 RSI 连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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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五乘平均线上 短期形势 是显著向好的 �v 我们可以如何看呢 这位低位 10.68 10.68 10.68 升到12.84 10.68 升到12.84 这个高位是12.84,是对的 这个低位是10.68也对的 这下跌来最低只见过10.86 18.86就没有低过10.68 所以如果真的要升上的话 我们可以大胆小说假设 这个是一浪,这个是二浪 而三浪将会是一浪的1.618倍 目标将会是14.355升半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量度升幅目标 14.355升半 为什么叫第一个? 一站是13.3 因为如果真的有利好消息 新的重业大利好消息支持 可以看2.618倍 16.51升半 就算没有,它回落回来 可以再上升 到时再上升就怎样呢? 就几个计法 到时我再和大家计 主要说定 你可以计到时由一浪起点 10.68 升到到时的三浪中点 比如举个例子 刚刚这么巧 就是14.355升半 不是的,我假设 那是0.618倍 再有四浪底 到时不知多少 下降 就是你的量度升幅目标 这是其中一个计法 这个指标就非常漂亮 另一个计法 我们减一减 先看看 看由必拉 这里一直跌,很深 跌得很深 不如看周线图 周线图清晰些 是不是很深跌累 这个很深跌累 跌得很深 跌得很深 是由多少跌累 是由28元跌累 跌到10元 现在正在反弹 我看指标 第一个 保里加通道中族仍然有阻力 而SAR极点高位 是被升破了 即是12.68 是被升破了 刚才说过 那一个星期的低位 10.68 就是中期的重业支持位 不用看10元 即是中期重业支持位 由10元上到10.68 这个低位 10.68 那我一直继续看出来 除了刚才的计法之外 我们先看看其他指标 RSI STC MSD 全部利好的 全部利好 DMI 依然是利弹 微转好 那中期形势 是有 一、二、三、四好一弹 叫做向好 那我们可以看反弹目标 反弹目标怎么看呢? 我们用神奇数字 还在一起 都给拆分 一、二、三我 civil 也在一晚 五次 就是 一、四来 我这音乐